你只要做一个之后 那如果说我今天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公式跟这个字串呢 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字串哦 这个N7就是这个 那也有一点像VBA里面的一个变数 只是说在那个什么呢 Essale的公式里面它没有不允许产生变数 所以如果不能产生变数的话 那变成里面的公式会很冗长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一我们先产生47 二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把这一串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复制完之后隧到天 把它放到哪里呢 跟这个47串在一起 可是怎么串哦 你不能直接串 你就一定end 然后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先把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然后把刚刚那一串什么贴过来 有没有 公式就跟文字可以串在一起了 有没有 这个概念其实跟那个VBA里面也是一样啊 而且以后你问你们学 学其他语言的程式啊 也是一样的概念 都差不多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有学一个之后 学第二个就简单了 概念都一样哦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打个勾串在一起了 47岁 N个月又N天 再来解决什么问题呢 把这个N 跟这个N 把它做什么呢 这个N跟这个N 把它换成什么呢 换成实际上我们要的那个结果 可是那个结果的话 其实 所以这个N应该怎么 把这个公式改成什么 刚刚讲嘛 YM 然后这个N的话就是改成MD 所以其实可以怎么做 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到这里 然后把这边改成YM就好 然后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把这边改成MD就好 但是要小心 因为我是觉得麻烦一点地方就是 只要你贴的时候不要贴错 那其实就很顺了 我发现就是一种流畅的感觉 很多事情 如果你可以很流畅 那个feel你都掌握到的话 其实做起事来 真的就是如行云流水般的顺畅 对不对 做事情就是一种很愉快的经验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那个意思 所以比如你遇到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一下子爆表 马上结果就看到了 那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 OK 那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其实就是我平常上课 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某些地方 其实如果你那些地方都避开 那个错误的话 其实真的就没有那么困难 OK 所以真的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避开那个错误 那要怎么避开那个错误 也不用死背 反正你可以什么 像我的习惯放云端 如果忘记没 我云端再看一下吧 很多东西 你说真的要把它背 有点背不完 所以有的时候 你先知道 但是有些东西 我有些还是会放一份 到云端上面去 我有时候忘我没关 我云端看一下 或另外一个方法 我就把我以前上课的影片调出来看 我又可以什么 又要恢复我大概八九成的记忆力 所以其实不是说我自己上过的课 我一定都记得 没那回事 我可能几年前上过的东西我也忘记了 所以我最近在整理影片 对我曾经上过这东西 为什么都忘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马上一看 我就知道我曾经怎么讲的 因为我那时候有背课 我很清楚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可以马上拿出来 马上又回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我非常重视一点 就是我只要做过的事情 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哪怕我可能是用文字 哪怕我是用照相 哪怕我是用影片 我都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在工作上 就像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随时也会拍照片 随时也会拍一些影片 然后回来会整理 然后回来会整理 那整理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恰恰要去的时候 我可以再把影片照片把它调出来 我甚至可以再写一些游记出来 因为我又回复那时候 我曾经去到那些地方的那些印象 否则的话 我很快就忘记了 而且我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做了蛮久的 甚至我大概二十年前的影片都还存在 所以我看我二十年前的样子 真的还蛮有趣的 因为好像没什么变 这是开玩笑的 重点 不过真的记录这些在生活里面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留下一点东西 或者的话你是一个没有回忆的人 感觉跟有回忆的人是不一样的 好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抠过来 怎么抠 一 我们就是把这个串在后面 二的话就是这一个 n 放这个过来 那怎么放呢 一 我是把这一个复制一下 C 二的话可以类似像之前VBA的做法 就是在这边怎么样 把它 之前我们有一个口诀 双一号双一号 一到中间 end end 一到中间 然后把i打上去 这个地方其实雷同 只是说它这边不能一个变数 我是觉得公式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不能用变数 那你如果不能用变数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放一串东西太多了 你不能分行嘛 VBA的好处是你可以分开写 反正你要写几行就写几行 但是呢 以色列公式只能写一行 错了不知道 也没办法去做控制 所以好 这地方贴上 然后怎么样 再把这边改成ym 那一样的方法 这边怎么样 选取它 双引号两个 一到中间 m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md 好 最后的话呢 如果没错 直接打个勾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哇公式实在是非常冗长 光看都觉得头晕了 不过特别是像这种公式 千万就不是 怎么讲 你刻意去背它 没意义啦 所以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什么 顺着我那个感觉 感觉对了 底下像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了 OK 如果呢 只要发生错误 我有时候同学问我 老师我错了 我说真的 我看干脆你砍掉 重做一遍 比我要从头到尾 帮你看哪里 我觉得好像重做的比较快 为什么 里面说真的 只要是少一个 这个前后双引号 没有一对 也会错 然后呢 m的符号呢 只要少一个 也不会正确 可是问题 我要一个个检查 说真的倒不如 你干脆重来一遍 有时候好 所以那个step很重要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8 这边呢 试着做出结果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就是先做这个 2 的话end这个后面的东西 其实实际上是从这边贴过来的 然后中间这一串的话呢 实际上 就是类似之前那个VBA的那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这些技巧的话都还蛮重要 而且其实 但是 Essal里面公式的概念 其实跟VBA 有些部分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不是只有 Essal是这样 其实在其他的程式语言的做法上面 其实都有大概雷同的地方 概念都一样 OK 反正不外乎就是说呢 你要产生的那个这个公式函数 所以每个语言里面一定都有函数 然后串什么字串 然后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大概雷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这个精确的年龄给算出来 那做完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一样 会把这个部分再跟VBA做结合